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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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小明说大家都喜欢在这里许愿吗 我也去许个愿吧 我要许个愿 我希望每天都是儿童节 我可以天天去游乐场玩 这下我的愿望不会实现了 没关系 等许愿池修好了我们再来吧 我希望许愿池能尽快修好 大家能再来许下美好的愿望 我可以回故事博物馆 找找有没有相关的书 竹竹 不好 出大事了 马迪 怎么了 我被老板炒了鱿鱼 其实我只不过犯了一点点的小错误嘛 你放心 这个房子可是我亲自也收的 现在我丢了工作 而且又这么穷 该怎么办呀 马迪 你先别急 我想 不如你先学一项新技能 然后再找一个工作 好主意 那你喜欢什么呢 我这里有好多技术学习的书 我喜欢钱 马迪 我的意思是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工作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性 而且一名建筑工人在施工中 意外挖到一块红宝石 经中业人士鉴定 这块红宝石为稀有矿石 其价值获达千万 宝石 马迪 马迪 珠珠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我要挖宝石 等我发了财 就再也不用担心被炒鱿鱼了 马迪 矿石都藏在很深的地下 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 可不是医师怎么知道呢 珠珠 你去帮帮我吧 哦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本书 你等等 就是这本 它是地质学家白瑞先生 世界上最大宝石矿就是他发现的 哇 让我们一起去体验宝石的探索之旅吧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哇 这里就是宝石矿 宝石都在哪呢 矿脉都在很深很深的地下 马迪 这位就是地质学家白先生 他是这个矿场的总工程师 欢迎来到我的矿场 你们这是新来的实习生吧 是的 我们是来跟您学习挖矿之士的 白先生 快带我们去挖宝石吧 跟我来 马上就能得到宝石了 哇 红宝石 这是采矿场的控制中心 也是整个工程的大脑 所有的采矿步骤都在这里进行指挥 你们看 我们终于锁定矿卖的位置了 并且距离非常近 那还等什么 很大 我来了 我来了 怎么还没挖到啊 我们成功啦 可是为什么明明很短的距离 我去挖了那么久啊 你们看 这是你刚刚经过的路线还原图 哇 看来挖矿 比我们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很多事看起来简单 但一路上会有很多建签险阻 我们需要一一克福 才能收获宝藏 哇 哇 从此 世界上最大的宝石矿 终于公主一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哇 马迪 马迪 谢谢你猪猪 真是帮了我大忙 不用客气 马迪 马迪 这是怎么回事 来不及解释那么多了 快上来 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们是采矿呀 你看我现在有专业的挖掘机器了 一定可以挖到宝石 坐稳了 哦 不 马迪 马迪 你知道矿石的具体位置吗 等我挖到不就知道了吗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马迪 马迪 怎么上来了 贝姐 对不起 马迪 马迪 你看 这个包裹都说坏了 我的跑车被砸坏了 马迪 我的跑车被砸坏了 我的跑车被砸坏了 我爹门口被你挖坏了 我爹门口被即스타 烧球犀利了 猪猪 谢谢你猪猪 不客气 对不起了各位 马迪也是无心的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恢复原貌的 那好吧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以为只要有了挖掘机 就能挖到宝石了 还记得书中的故事吗 想要挖到宝石 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很多事看起来简单 但一路上会有很多艰难险阻 我们需要一一克服 才能收获宝藏 我错了 我总是这么着急 猪猪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当务之急 是要弥补犯下的过错 我们一起来把这里 恢复原样吧 我帮你 完成 马迪 扳手 对不起 马迪 那这是我的车 你的车一修好 就要立刻把我的车还回来 还回来钱要加满油 还要记得洗车 贝姐 我把地面修好了 忙活了半天累坏了吧 来喝碗果树汤吧 这汤真好喝 喝完了继续干活吧 所有的修复工作都完成了 可是我多年的积蓄 都被用光了 马迪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不知什么原因 徐远迟突然就不喷水了 我查了很多工具书 推测应该是水管出问题了 啊 许愿池还没有修好 看来我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修好许愿池 让大家能来安息许愿 也是我的愿望 哦 我来帮你们实现愿望吧 我检查过了 果然是水管的问题 只要简单修理一下 就可以了 搞定 什么情况 让我去看看 如果我每天晚上 都来许愿池里捞钱的话 哇 爸爸妈妈你们看 学义池修好了 你觉得好厉害 谢谢你 哇 许愿池修好了 今天的故事让我明白 我们不可避免会犯错 不过只要能及时改正和弥补 也是另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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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愿池修好了 我来自愿池修好了 还是来自愿池修好了 你一定会来自愿池修好